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 这个儿童吸收体质 以及食欲不振的治疗方法 这是治疗儿童食欲不振的刮沙示意图 儿童食欲不振 应刮是天柱学和左右的甘书学 涂上活血剂 慢慢地刮30次 给儿童刮饰用力不要大 以舒服为佳 先刮中间 然后刮两边 平时穿着衣服刮也可以 如果每天坚持刮饰 可起到保健的作用 而且不容易生病 下面介绍儿童甲心侵式的挂饰方法 鲜瓜眉毛 以及精明学 太阳学 请把活血剂涂在刮板上 慢慢地刮饰30次 不要用力大 放入我 下方 肯定 leaf剂涂在刮板上 很确定 脚刮太阳穴 精明穴 及眼睛的下部 平时经常刮这些穴位 可以提高儿童的视力 消除眼睛的疲劳 两只眼睛的刮视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刮视两手的河谷穴 三十次 最后刮小腿外侧的光明穴 儿童刮视不一定要出沙 慢慢刮就可以了 今天的有奖问答事